字幕志愿者 2024民進黨最快三月底拍板總統人選 藍營因郭台銘現紛爭 歡迎加入近新聞調查報告 我是大方潔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週年的前夕 俄羅斯總統普丁 單方面宣布暫停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還要求俄軍要恢復 做核事報的準備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就指出俄羅斯這樣做 會讓世界變得更加危險 今天我們就要了解 新戰略武器裁剪條約是什麼 而美俄這樣子互尬核彈 會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而同時又傳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正準備在幾個月內訪問俄羅斯 可能會跟普丁舉行峰會 這會阻止這輛核彈列車的失速嗎 中國真正的意圖又是什麼呢 今年還有一個牽動美中台的事件發生 台美特殊管道對話 在華盛頓登場 我方由國安會秘書長顧力雄 跟外交部長吳釗燮主臺 而會議結束之後呢 兩個人您剛剛看到的是被拍到 在總部的正面照片 可以說是史上最高調 是我國重大的外交突破 而且雖然台美高層對話管道行之有年 但這一次的對話時機特別敏感 為什麼又會為美中帶來什麼影響呢 主播廖雅玉專訪淡江大學 大陸所榮譽教授趙春山 趙春山是2015年新加坡 馬席會的重要推手 也是這一次國民黨副主席 夏立言訪中的隨行學者 他會為我們來分析 剛談到最近如此複雜 錯綜複雜的美中二台國際局勢 我們就先來關注 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2月24號滿一週年前夕 俄羅斯總統普丁對西方國家 提出了核武級的警告 宣布要暫停跟美國簽署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同時要下令俄羅斯準備 恢復核時報了 全球這兩個頭號核武大國之間 唯一的軍備控制協議 正在遙遙遇墜 核戰的威脅就在此升溫了 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都警告 俄羅斯想要引發世界大戰 俄羅斯總統普丁宣布 暫停參與軍備管控條約 還警告莫斯科可能恢復核武測試 北約欧盟與烏克蘭首都三方會談 直接回應普丁核威脅 因為美俄擁有核彈投數量佔全球九成 雙方2010年簽署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 作為最後一個主要的限武條約 後來在二零二一年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 不久延長實施五年 根據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規定 美俄雙方在洲際彈道飛彈 前射彈道飛彈和重型轟炸機上 部署的核彈頭 總數不得超過一千五百五十枚 普丁聲稱俄羅斯生存受到威脅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批評非常荒謬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則是強調 美國還是願意就限核條約與俄羅斯協商 但是戰略研究分析認為 當普丁說暫停條約 基本上就代表不再遵守 也就是軍備不再受限 不過俄羅斯外交部表示 條約有效期間 俄羅斯將繼續遵守 可部署核子彈頭數量的限制 目前普丁暫停 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法案 草案送交國會 接下來國會上下意願 都會審查作出決定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接力拜登 也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 雖然梅洛尼反俄 但是聯合政府有親俄派勢力 意大利暫時給不出烏克蘭 真正想要的軍援 因此烏克蘭包括外長 庫列巴在內官員 日前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場邊 遊說美國國會兩黨議員 施壓拜登政府提供F-16戰機 讓烏克蘭得以壓制俄羅斯空防 近新聞彭信 朱家連報導 俄羅斯除了要暫停參與 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同時也把侵略烏克蘭 定調為俄羅斯生存之戰 而美國在這個時候加大 對烏克蘭的援助 甚至不排除送交長程飛彈跟戰機 外交研判普丁就很可能 重提核武威脅來做進一步 對美國的施壓 而向來支持俄羅斯的中國 自稱是和平守護者 華爾街日報就披露 說習近平計畫造訪莫斯科 學者認為不贊成使用核武的中國 基調應該是勸和 所以很有可能未來習近平的態度 就會成為烏鱷戰爭 能否結束的最大關鍵 熱切握手達成共識 二零一零年四月八號 當時美國總統歐巴馬和俄羅斯 總統梅德維杰夫 簽署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判議定書 替核安全設下防護照 也樹立美俄友好重要旅程碑 沒想到十三年後 普丁片面宣布暫停條約 意圖對拜登政府發出警告 暫停他並沒有說完全的退出 我暫停我暫時不受束縛 不受束縛他就買一個時間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發展更多的核武 更多核武 那你們西方是不是緊張 那你是不是要跟我談 那是我覺得這是用這個方法 達成一個外交威懾的一個目的 都不見得是軍事目的 當初美俄簽署雙邊條約 是為了削減和限制進攻性的戰略武器 包括部署核彈頭數量 不超過一千五百五十枚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號正式生效 二零二六年才到期 但就在烏俄戰爭一週年前性 俄羅斯針對條約臨時喊咖 普丁強調俄國不會率先動手 但也警告假如美國恢復核勢 俄羅斯將會還以顏色 實際比較全球核武實力 俄羅斯擁有高達五千九百七十七枚核彈頭 超越美國的數量 而中國 法國和英國都在三位數字 以全球將近一點三萬枚核彈頭來看 俄國佔百分之四十七 美國將近四成三 美俄兩大核武國 南瓜全球九成之多 也讓各界擔憂 烏俄戰爭進入膠著持久戰 普丁是否會親近核武實力 進一步引爆戰事 他提這個部分我反而覺得 他其實並沒有太多談判的籌碼了 如果普丁要做瘋狂的舉動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對基輔做攻擊 在拜登在的時候 這可以推演到一個核戰爭的可能性 還是相對低的 普丁是擺了一個姿態 然後造成可能潛在的一些緊張 但是馬上就是核武大戰或什麼的 我覺得倒還不會 如果真的美國開始改變 改變策略 我給你長城飛彈 我給你這個戰機 那換句話說 那就可能直接打到俄羅斯境內了 當時假如這種事情真的發生的話 那戰爭就不斷地升高 儘管拜登政府與白宮國安會 針對宋教基輔的武器種類看法分歧 但美國重量級國會議員 同時也是眾院外委會主席 麥考爾訪屋時表明 華府風向正在轉變 從去年二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美國已經提供高達兩百四十億美元 約臺幣七千三百六十六億的安全協助 但始終不願送交長城飛彈和戰機 如今俄羅斯暫停雙邊條約 美國加大援霧力道 各界開始關注向來親俄的中國 接下來該如何表態 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 王毅訪俄期間重申中俄友好關係 透過拉攏俄國對抗西方勢力 做結合的話它基本上還是能夠對西方 有相當程度的一個嚇阻的一個作用 美方應當切實反思自身所作所為 停止在座拱火交遊 趁火打劫趁機牟利的事情 和中方一樣真正致力於勸和促談 抨擊美國的同時 再三強調中國才是和平守護者 根據華爾街日報指出 習近平未來幾個月將造訪莫斯科 很有機會扮演烏俄戰爭的核勢勞 烏俄衝突從原本的特別軍事行動 被普丁定調為俄國生存之戰 在即將屆滿一周年之際 是進入戰事尾聲 還是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東西方大戰 恐怕要取決於俄國的後援中國 究竟是居中協調 還是推波阻攔 不過在習近平見普丁之前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的最新消息 正在莫斯科訪問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王毅 已經跟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克里姆林宮會面了 兩個人也就目前複雜的國際情勢 進行了討論 稍後我們持續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而臺美的國安高層會談 也在臺北時間昨天深夜十一點 在美國在臺協會總部登場了 這次是由我們的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跟外交部長吳釗燮領銜主談 而美方則是派出了白宮首席 副國家安全顧問費納 副國務卿雪曼 以及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等人 會議從上午十點鐘 一直開到了下午五點鐘 馬拉松會談七個小時之久 而這也是臺美斷交之後 我國外交部長 第一次踏入大華府範圍 是我國臺美外交的重大突破 對著鏡頭揮揮手 外交部長吳釗燮跟國安會秘書長 孤立雄走進AIT美國總部 俯復密黃崇燕一旁緊跟入場 而我國駐美大使蕭美琴 當然也沒缺席 馬拉松市閉門會議 一談就是七個小時 臺美國安高層會談 美國時間二十一號 在華盛頓低調展開 會議主談人是白宮首席 副國家安全顧問費納跟副國務卿薛曼 而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 副助卿華自強 五角大廈印太事務助理部長 瑞特納和日前低調來訪的 副助理部長蔡斯都出席語談 陣容足以顯示 美方對這場當面對話高度重視 臺美的二加二會議 那對談的內容有別於我們年度的 不管是蒙特瑞的對話 或者是臺美政經對話 或者是臺美的外交國防的相關的review 所以是以臺灣安全周邊的議題為核心 來討論在印太地區彼此的合作 雙方高層共商大事 層級很高 地點也很敏感 AIT美國總部位在維吉尼亞州 跟華府只有一橋之隔 更緊鄰了五角大廈和CIA總部 讓這場會談成為臺美斷交之後 我國外長首次踏入美國大華府區 外界也普遍推估 話題將聚焦在台海區域安全 跟軍售進度 在間諜氣球風波 美中試圖對話卻不歡而散之後 這場會談 勢必成為大國對決的重要變因 外交部沒有評論 那近年臺美雙方基於互利 以及共同的價值 全面拓展各層多層次的合作領域 加強夥伴關係 堅守能做不能說外交原則 就怕內容見光死 壞了共同利益跟大局規劃 靖新文 葉府連這好參謀 不過正在我們說有外交突破的同時 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 昨天卻在臉書引用了 美國廣播節目主持人的說法 聲稱白宮內有毀滅台灣的計畫 外交部今天出面反駁了說這個消息完全沒有經過查證 是有心人士在刻意放大疑美論 企圖在破壞臺美關係 AIT也發了聲明駁斥 不過追蹤下去發現 蔡正元引用的這一名華府廣播節目 著名主持人加蘭尼克森 事實上是俄羅斯官媒旗下的廣播節目媒體人 美國一宣布出售台灣火山機動布雷系統 在黨立刻喊出美國要把台灣變成地雷島 甚至上凱道舉辦要和平反布雷遊行 這樣的疑美論在臺美國安高層會談進行時又被提起 聳動標題前立委蔡正元臉書分享爆料白宮有毀滅台灣計畫 指消息來源是美國華府著名廣播節目主持人加蘭尼克森貼文 蔡正元翻譯白宮內線消息透露 當被問到有什麼比新保守烏克蘭方案更具災難性的 拜登回答等一下當你看到我們毀滅台灣計畫就知道 學者以客觀事實分析而蔡正元口中的華府廣播節目主持人也被啟蒂 俄國媒體官網詳細介紹了尼克森任職於美國華府 而這個俄國媒體早在二零一九年就曾被美國ABC報導 是普丁的大外宣組織 毀台計畫從這樣的管道被流出真實性惹人非議 AIT也以發言人名義發布聲明 強調拜登總統親自投票支持台灣關係法 更堅定的遵守其中的原則 一篇上禮拜的推特文突然被加工大作文章 二零二四選戰中以美論角力勢必成為重要戰場 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璽跟國安會密副長 顧立雄在台協會AIT華盛頓總部跟美方高層官員 就台美之間的國安議題進行閉門會議 我們先來了解AIT有台北辦事處高雄分處 還有這個華盛頓總部 而華盛頓總部就在距離華府特區一橋之隔的維吉尼亞州 而這一次是一九七九年美國跟我國斷交之後 首度有台灣的外交部長踏進了美國華盛頓特區跟他周遭的地區 因為在斷交之後美國就對台灣官員設有五黑名單的限制 也就是禁止台灣的政府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等五個官銜的政治人物到華盛頓的特區 還有他周遭的馬里蘭州以及維吉尼亞兩州這一帶進行訪問 但是到了2018年川普簽署通過了台灣旅行法 這個法案放寬了台灣官員的訪問限制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這五黑名單都可以去訪問華盛頓了 那麼之後蓬佩歐更在卸任國務卿的前夕宣布取消了 所有美國政府過去對台政策自我施加的限制 那本來外界猜測到了拜登政府可能會恢復這些限制 但結果不是他還是延續了川普一路以來的做法 所以美國國務院在2021年4月10號宣布使用新準則 也就是美台官員可以互訪政治機構洽工 那麼美國的官員也可以參加在雙向員舉行的活動 我們就連線給立委羅智政 他是台美國會聯儀會的會長 那麼過去委員訪美也曾經進入AIT的總部 美國國務院這幾年對台灣官員進入華府的規定 是怎麼樣的鬆綁的呢 過去的很多限制其實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奇怪 甚至有點莫名其妙 比方說他們可以見我們的層級地點 都有很多限制 包括我們的駐美代表 不能進入美國聯邦的大樓裡面去 所以當時我們跟白宮甚至跟國務院見面 都要在外面的咖啡廳或外面的地鐵來見面 不能直接進入聯邦的大樓 尤其像國務院這麼重要敏感的地方 但是在拜登上來之後 這樣的限制也取消了 那布林肯當任國務卿之後 事實上也公布了新的一些交往準則 這個準則裡面就容許我們的駐美的代表 包括我們高層官員 可以進入美國的聯邦大樓 尤其像國務院這樣的地方 所以這些限制不只是一個象徵 更重要讓我們的交流更直接 而且更能夠密集地來進行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台美官員的互動來往 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有那麼多的限制了 而且其實就在2018年 美國通過了台灣旅行法之後 隔年五月份國安會秘書長李大維 在訪問美國的期間 就跟當時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有會晤 這也是台美斷交之後 雙方國安高層首長第一次的會晤 而駐美大使蕭美琴也曾經前往美國國務院 跟亞太主卿康達會晤 康達還主動地在Twitter 分享了兩個人的合照 這都足見台美關係 在持續升溫 所以我們要繼續請教委員 過去台美這個國安外交特殊管道的對話 都是在年終也就是大概六七月份左右 這次開會提前了這麼早 還有他會面的地點跟會面層級 都跟以往不太一樣 這是為什麼您怎麼解讀呢 我想AIT本身在美國的位階上當然不是很高 但就是說它只是一個地點 一個場合 提供這個地點或運用這個地點跟場合 來讓台美的高層有互動 所以地點是一個觀察的方向 但更重要的是誰來這個場合 跟我們的外交部長 尤其是國安會秘書長有直接跟溝通對話 那大概不會局限在一個特定的部會 我認為因為國安會秘書長也有去 所以跟美方的國安相關的單位 有交流跟對話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可能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有不同的單位不同的部會 跟我們的國安高層進行交流跟對話 民間黨備戰2024大選 今天中場會通過了總統跟立委 初選提名的日程 總統初選預計會在3月13號到3月17號 領表登記 民間黨內目前由兼任黨主席的副總統 賴清德呼聲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是同額競選 就不用辦理初選 那麼最快3月29號 就能夠排版人選了 而立委的提名時程 則是預計在五月底前完成 全黨在六月份就能夠就戰鬥位置 自錄影片為南投立委補選催票 再催票要把蔡培會送進國會 賴清德自己的下一步也更進了 民進黨中場會通過2024總統立委 初選時程 3月8號成立提名策略小組 3月13到17號總統領表登記 若是同額競選 將在3月29號拍板定案 總統初選若同額登記 立委初選民調相關時程提前一週 不想讓四年前應得對決的內鬥場面重演 當時提名時程二度修改延後 讓一開始有優勢的賴清德 拖著拖著局勢也變了 這回他當了黨主席 又是選總統的最熱門人選 備戰腳步相當快 立委佈局中常會上同樣 有疑快不疑慢的共識 立委初選時程 3月20到24號領表登記 預計5月17號名單出爐 去黨內的立委提名規定 就是開放登記 如果有一個候選人以上 當然就是進行初選 總統立委初選五月底全部完成 六月就戰鬥位置 迎戰二零二四 民進黨整隊腳步快很準 進行的林廷黃冠偉參謀報導 至於在國民黨這裡 新北市長侯友宜今天被問到 如果黨中央強勢徵招選二零二四 他有沒有重擔的有氣呢 他回應說 每個人為國家努力做事 都是應盡的責任 所以參選的動向似乎 又更明確了 不過資深媒體人楊信宏 就示警國民黨 對落跑效應太低估了 說難道高雄市民在乎落跑 新北市民就會不在乎嗎 更大膽的預測 如果侯友宜參戰二零二四 最後國民黨恐怕 連新北市長都會輸 有沒有勇氣承擔二零二四 侯友宜這樣說 每一個人為國家為人民努力做事 都是應盡的責任 要為國家盡責 這話算是鬆口嗎 但像學韓國瑜說 Yes I do 就怕變成韓國瑜二點零 他什麼時候開始倒楣 那去選總統 就倒楣了嘛 那為什麼高雄人這麼care 落跑 然後新北市人就不care 落跑的效應啊 你們這個國民黨太低估了啦 我們都一直覺得 他應該要轉換跑道 那他已經是議會的老兵了 在這邊接受我們議員執行的十二年 我覺得他應該要轉換一個跑道 落跑還換跑道一線之隔 楊憲宏更大膽欲言 侯友宜參戰二零二四 恐怕會兩頭空 所有事情先想輸再想贏 你自己落跑了以後 你的後記者來選這個東西 他沒有正當性 對 所以選舉起來選的KK 反而給民進黨撿回去 該面對的難題不只落跑 還有國際關係 做強果的棋子 講了這句話以後 下一句人家問說強果是誰 侯友宜講得出來嗎 怎麼會自己把自己設一個陷阱 讓自己跳進去以後 現在出不來 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等到他真正的被提名之後 他有他的兩岸的論述 跟國際的這一個關係的論述 他一定會都會 向國人同胞來一次說清楚 講明白 侯友宜是否成為韓國瑜2.0 沒人能預測 此時黨內一片高喊 最強的母雞 就怕理想豐滿 現實骨感 西文聯正 吳孟哲財報報導 國民黨在佈局2024的時候 傳出黨中央 引擬了大局條款 就是排除現任議員選立委 更傳出了黨高層有意 徵召新北市長和有意選總統 那麼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表示 現階段絕不容許謠言 是非來影響黨內的團結 不過與此同時 藍營內出現了一股反國聲浪 台北市資深議員秦慧珠就在節目上說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目前是黨內仇恨值最高的人 而針對這番話 國民黨的副主席連勝文 則開嗆說 不說話沒有人當你是啞巴 中場會上廖仲化 因為連2024提名機制都還沒出爐 黨內已經炒翻天 我們不會拖 但是我們不要照進 有關2024的選舉 我們一步一腳印 朱主席Key Put Put 明明就說好難投立委補選結束 再坐下來定提名遊戲規則 但偏偏有人已經坐不住 還傳出黨內高層定調 將在六七月來徵召 民調最高的侯友宜 國民黨2024一天移居本 害得高層本人得要一一駁斥 另一方面還得顧及想回娘家 郭董心情 因為郭台銘積極爭取 披籃袍做大胃 逼得藍營內部一個個先炸鍋 去團結所有能夠團結的力量 覺得黨內的共識的凝聚 可能還需要有點時間 不一定要別的政黨 他們時間怎麼樣 我們就要跟著走 因為我相信國民黨 有自己的一個節奏 國民黨2024提名如牛布 基層人心浮動 就怕總統人選還沒出爐 網內互打 已經刀刀見骨 不過最近一個民生議題 就跟選戰綁在一起了 就是連日鬧蛋荒 讓才表態願意代表國民黨參選 2024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在昨天臉書上炮轟蔡政府 沒有能力解決這個蛋荒的問題 那今天上午 新北市長侯友宜 還有中廣董事長趙少康 都針對缺蛋問題建制中央 那麼行政院長陳建仁今天出面回應 說會加強各面向的因應措施 把衝擊減到最小 預計三月初蛋荒問題就能緩解了 我們一定要用靜靈看牌的方法 市政會議暢談建設永續 侯市長2030院警部喊咖 只是拉到時下樂意的蛋蛋危機 他卻得停下來對中央說上兩句 老是缺蛋侯友宜要蔡政府五糖個蛋 然而鎖定民生議題開炮的 卻是少不了想選的 撿槍的各路人馬 趙少康引用經濟學中看不見的手 就這麼剛好洪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前一天臉書PO文開槍蔡政府 同樣引經據點分析蛋荒問題 不只怒轟中央不會解決問題 導致蛋加高又難買到 發文中也刻意強調經濟學家 海耶克的名言直言是政府害百姓 吃不到蛋 只是話題拋出有人挺也有人酸 就有網友留言區跟郭董許願 不如蓋個全球最大的養雞場 就連藝人閻雅倫也看不下去 質疑郭董發文是要炒蛋太貴還是蛋太少 路線搞清楚再來說 一場缺蛋危機 從藍營空戰打到立院朝野 在政壇持續余波蕩漾 金新聞和關於徐榮長報導 不過就目前來說 這個缺蛋危機還沒有解除 而且蛋價持續的上漲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昨天深夜在臉書PO了長文致歉 同時也再度解釋為什麼到底會雞蛋出現缺貨的狀況 今天上午出席活動的時候 他又二度道歉 並且強調會全力提升蛋機產業的競爭力 先是為民眾買不到蛋道歉 諾委會主委陳吉仲強調 全球受到禽流感肆虐下 國內的缺蛋問題不是最嚴重 國內雞蛋需求每天約十二萬箱 現在只剩下十一點三萬箱 以一箱兩百顆來算 等於缺口還有一百四十萬顆 就怕民怨難止息 趁吉仲強調 趁吉仲強調 前一天深夜也發文道歉 洋洋灑灑 強篇大論 標題寫下 全力提升雞蛋產業競爭力 提供消費者蛋機所需 為了讓雞蛋供應恢復到正常水準 將承諾補助禽社設備更新 做好禽流感防疫 還有雞蛋供應調度 提出缺蛋解封外 也不忘隔空感謝鴻海集團 創辦人郭台銘 關心國內雞蛋問題 另外農委會也強調 代表彈價上漲 將尊重市場 產銷機制 近新聞 劉潘寧 蔡玉如 採訪報導 台北市議員徐巧欣 公開挑戰資深立委 鳳鴻泰之後 文山區也有世代交替的浪潮 議員徐洪廷也喊出 要挑戰立院老將賴氏寶 稍後帶您關心 在九合一大選之後 就有不少這個國民黨的年輕市議員 喊出世代交替 結果二月十九號 國民黨傳出的立委出選辦法 卻是要納入大局條款 這讓已經表態要參選立委的 台北市議員徐巧欣 隔天就委屈落淚了 不過同黨籍的議員秦慧柱看不下去 昨天在節目上暗諷 想跑的人一哭二鬧三上吊 那麼徐巧欣今天說 對於這樣子近乎人身攻擊的說法 他感到不太舒服 炎藥秦慧珠回想二十五年前的自己 當年也曾經挑戰過沸鴻泰 而被徐巧欣挑戰的沸鴻泰 今天就強調自己問政跟選服的努力 暗酸徐巧欣立委的工作 不是只有揭筆 國務黨立委 菲鴻泰拉起袖口 袖出傷疤 細數席日 對戰民進黨傲人成績 誰比較有能力監督跟下架民進黨 團結共好都不見得會贏 如果說還在搞一些 知知解決的事情 不會贏 菲鴻泰前一晚新聞稿強調自己 從政價值問政和服務範圍 從慈右宮到外太空 而地方議員和立委的工作 不只有揭斃 劍指黨內對手徐巧欣 徐巧欣雖說不反擊 但刻意提醒秦惠珠 43歲的您也想過 跳船選立委 議員的期間挑戰過 菲鴻泰立拔委員 所以我希望她可以回想看看 25年前的她 是不是其實跟我 並沒有真的差距這麼大 那25年以後的秦惠珠 還記得25年前的自己嗎 徐巧欣要當年媳婦別當了婆婆之後 就用同樣方式欺負小媳婦 她說我不是後母我是慈母 你曾經有被欺負過的經驗 但等到你也到那個年紀的時候 那你沒有想說反過來 不要去欺負別人 北市松信立委之爭 小媳婦對上二婆婆 誰勝誰負還不一定 近新聞綜合報導 剛看的是大安區 不過文山區這裡呢 也有世代交替的浪潮 這是議員徐洪廷喊出要挑戰 立院老將賴士寶 而一番網路民調顯示 賴士寶的網路好感度是最後一名 不過賴士寶表示那是有心人士 刻意操作的民調 同時強調他在立法院有堅強的戰力 跟費洪太一樣 之前也為了法案打到頭破血流 請聽新生解決問題 立院老將賴士報召來選區 立場北市官員到立院開會談都更 要將地方層級拉高到中央 同時也凸顯自己和立場的好交情 委員是忘了還是沒看到 但誠意到了就好 單橋的事就在同黨議員 宣布調整立委席次後 立院就開了這場地方都更公廷會 一個禮拜前就安排了 所以跟選舉沒有任何的關係 委老跟都更這個方案 如果有更新的思維 能夠讓這樣的一個方式獲得解決的話 其實我覺得民眾應該是想要試 一場公廷會有里長有官員 還有議員同志來相聽 世代交替這個詞不好 世代合作才是上上策 世代的傳承跟一個政黨的立法委員的選舉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他不應該陷入口舌之爭 歡迎各路的英雄好漢來挑戰 不怕新秀來挑戰 但賴世保強調選區經營更扎實 立院質詢也是拼老名 老江大談當年用 但根據Quickseek的民調指出 六讀立委網路好感度 賴世保的好感度 竟拿到了0.27名列最後一名 那個是有信任操作的 我自己做的民調我第一 我不會去評價說個別的前輩們 他們在網路上的這個評價的高或低 原本應該是單純的公廳會 但新秀宣誓挑戰後 似乎也多了那麼一點政治委 繼續網題蕭宇智財粉報導 基隆市長謝國良去年競選期間提出證件 說將會向中央爭取補助 要贈送就業青年Gogoro 或是同等級的電動機車 而他昨天在市政會議的時候 就宣布改送市價四萬元 同等級的電動機車 被質疑是證件轉彎了 引發民眾的熱議 包括前基隆市長 現任的內政部長林又昌 也表達看法 呼籲謝國良要兌現選前的承諾 展現對地方市民負責任的態度 謝國良去年參選 基隆市長證件提出 免費送給青年電動機車 但一開始文宣上 把品牌Gogoro也掛上頭 讓許多基隆市民期待 何時能有Gogoro 目前也已有一些廠牌 有表達願意來乘坐 大約在四萬塊元左右的電動機車 謝國良就任後 公布首批電動機車市價四萬元 跟不少市民期待有落差 前基隆市長現任的內政部長林又昌 也對電動車證件提出看法 謝國良上任不到三個月 證件被質疑跳票類似爭議 像是先前提出要發給確診市民 每人一萬塊 最後卻變成有確診記錄的低收入戶 至於電動車的承諾 Gogoro一部市價六萬元起跳 雖然選前說是跟Gogoro同等級 但如今一部市價卻降低為四萬塊 謝國良選前大打知名電動車口號 但是車價卻只有六成六 電動車證件能不能在如期任內兌現 各界都在看 健保署四月份將要調整總計超過八十億元的藥價 有基層藥師透露自己叫完了一款藥之後 才收到了砍藥價的公文 他現賠了兩千多塊 稍後帶您關心 健保署四月將調整總計超過八十億元的藥價 影響超過六千項藥品 不過有小部分的藥品三月起就先被砍藥價了 有基層藥師透露自己叫完了一款治療社護腺肥大的藥之後 才收到了砍藥價的公文 而且砍的幅度將近四成 他就現賠了兩千多塊 那麼另外民眾也憂心健保藥價的調整 大醫院會出現患藥潮 健保署長石崇良說週五會跟醫界溝通 我叫完隔天熱騰騰的公文才出來 立刻立馬賠掉兩千多 好難過喔 好難過 我真的看到隔天我很難過 訂完藥隔天才宣布藥砍藥價 藥師訂了這款密療科常用治療社護腺肥大的藥物 一顆原本健保價三十六元 三月起第一波先被砍 一顆剩二十一點八塊 砍幅達到近四成 這一次一砍砍了將近四成 我們真的也是算是前所未見 現在就是感覺叫貨怎麼像跟叫期貨一樣 三月起就有小部分藥品 像治療僵殖性脊椎炎的針劑被砍進三成 治療清瘟眼的眼藥水也被砍百分之八 抗凝血預防重貨的藥物砍了百分之七 四月要調整超過八十億藥價 超過六千個品項 優行醫院再先換藥潮 過去大醫院習慣以量製駕 與藥廠抑價用健保價一半甚至三折 藉此賺取藥價差 恐怕導致原廠藥選擇棄手台灣 或改用不好原料藥造成藥案問題 就怕疫後加上缺藥問題 助長換藥潮 健保署藥含醫院坐下來談 周五的上午我們也會跟醫界來溝通 那麼盡量維持這個穩定公藥 來為原則 不管是缺藥砍藥價 你會發現其實民眾的需求 往往都是被擺在最後面去做參考的 因為大家還是可能會以自己的成本考量 進貨成本去做首要考量的第一線 被換藥如何自救 要求醫師釋出處方 到社區藥局找相同藥物 或詢問醫師更換的藥物是否成分 劑量皆相同 若服用後發現療效有差 可通報健保署進行抽驗 離清藥效有無不同 還有國內外牙醫界恐怕再掀起一波論戰了 去年通過醫師法修正案 並且有七項附帶決議 其中一條要求衛福部四年消化近千名 正在排隊等著實習的海歸牙醫畢業生 衛福部在二月四號公佈了相關辦法的草案 又沒有訂定實習名額的限制 引爆了本土牙醫反彈 憂心這些海歸派會佔掉大量的實習名額 衝擊到國內學生的實習機會 不過衛福部長薛瑞源上午親自滅火 說將會維持一年五十個海外牙醫生的實習名額 海歸牙醫生實習名額再度引爆牙醫界戰火 因為去年立院修正通過的醫師法附帶決議 其中一條要求四年內消化排隊等實習 近千名海歸牙醫生 衛福部二月四號再公佈相關 實習訓練辦法最新草案 零零總總列了十三條 但卻隻字未提海外牙醫學生實習限額 引發本土牙醫反彈 第一個不得超過台灣 這個牙醫師招生龍額的十分之一 也不得多過國內任何一所牙醫學系的招生人數 牙醫師點出就連國內大學牙醫系招收名額都很嚴格 臺大二十九人 陳大二十人 陽明交通 中國醫藥大學通通都不到海外實習限制的五十人 就怕全開放實習名額一次湧入上百人 衝擊國內實習量能 本土牙醫要求衛福部做好名額管控 那這個人數可以隨時變來變去嗎 會不會比現在的五十人更高了呢 所以這一點是衛福部應該說清楚講明白 立委矛頭對準衛福部 但事實上引爆戰火的 是立委通過的七項附帶決議 針對海歸牙醫生實習問題 藍綠 立委都有 包括吳玉琴 賴慧元 曾明總等人 都曾提案要求解決 最後由立院朝野黨團協商提案通過 定出四年期限 因為立法院的附帶決議實在太多了 希望能夠讓主條文通過 好 所以一些附帶決議 也就這樣子巴巴就混水摸魚過去了 所以這個附帶決議 就應該要做一些考慮和修正 這個附帶決議已經立法院也同意說 那不執行暫時維持 那個一年五十名的名額 反彈太大 衛福部長薛瑞源 親自說明好滅火 至於海歸牲實習名額如何定定 還需要進一步商議 新新聞乾冥星 洪偉濤 才能報導 中科院研發中的騰雲無人機 在花蓮基地進行飛行測試的時候 疑似基建顯示異常 發生了衝出跑道的意外 中科院研發中的騰雲無人機 發生衝突跑道意外 今天中午在花蓮基地進行飛行測試的時候 疑似基建顯示異常 依照標準程序 就立即放棄了起飛 在煞車測速的過程中 不小心滑出了跑道 初步檢查起落架還有螺旋槳有受損 也已經拖回廠區進行檢修 空軍出動調車把無人機放到拖板車上 過程中滴滴人員小心翼翼 就怕無人機再有損傷 因為這架無人機起飛時滑進草坪內 騰雲無人機被帶回廠區進一步檢修 初步調查有受損狀況 本院騰雲無人機 今日在11時45分 在花蓮基地進行飛行測試 滑行起飛過程中 因基建顯示異常 依照標準作業程序 我們放棄起飛 22號上午11點45分左右 無人機測試起飛時 工作人員發現基建顯示異常 準備按照標準程序做停飛動作 無人機在刹車減速過程中 竟突然失控 滑出跑道好幾百公尺 直到回損後 才在遠處的草坪區停下來 騰雲號是國產無人機 由中科院進行研發 二代機具有長距離 長志工的作戰能力 可以維持白天黑夜 不間斷情報蒐集監針 具有偵查及打擊危機的多重功能 在刹車減速過程中 無人機滑出跑道 中科研發的騰雲無人機即將 步入量產階段 沒想到在花蓮基地起飛時 竟然發生事故 是認為舒遲還是基建故障 中科業後續持續調查釐清 臺灣跟加拿大日前同意 就臺加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 FIPA展開正式談判 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武鳳儀 也在美國CNBC的財經節目專訪中強調 這是加拿大印太戰略的一部分 而面對主持人質疑這是否會激怒中國呢 武鳳儀也表示加拿大會捍衛民主人權等等的價值 臺灣與加拿大日前同意 就臺加投資促進及保障協議 也就是FIPA展開正式談判 加拿大國際貿易部長武鳳儀 二十一日接受美國財經媒體CNBC訪問時表示 這是加拿大在印太地區更廣泛戰略的一部分 2022年加拿大與臺灣的雙邊貿易額達到58.2億美元 臺灣是加拿大在全球的第13大貿易夥伴 在亞洲則是排名第五 武鳳儀表示加拿大想要在印太地區扮演角色 而多元化非常重要 包括與東南亞國協和臺灣的協議都是其中一環 主持人質疑屆時與臺灣正式簽協議 會不會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激怒印太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呢 武鳳儀這麼說 根據彭博社報導 加拿大前13大貿易夥伴中 位在印太地區的就佔了六個 二零二一年高達百分之十一點一的加拿大貨物出口來這 隨著臺加投資進入談判 加拿大是否頂得住來自中國的各種壓力 還需後續觀察 進行為林笑如 王中英報導 中國國台辦主任宋濤 昨天在北京會見了新加坡外長維文 國台辦主任單獨會見外國的外長是十分罕見的 似乎這也顯示了中國將會更倚重新加坡在兩岸發揮的作用 根據中國國台辦會後發布的新聞稿 維文表示 新加坡將繼續遵守一個中國原則 反對台獨 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不過新加坡外交部新聞稿的用字 則是遵守一中政策 而且並沒有列入反對台獨等等的字眼 對北京人士解讀 在兩岸還沒有開啟對話協商的時刻 宋濤進入新加坡外長 顯然是希望新加坡在未來的兩岸關係中 扮演橋樑的角色 專家也認為維文的談話 反映了東協國家 對當前兩岸情勢的關切 剛提到這樣子的會面是比較罕見的 並不符合會面的慣例 我們馬上來請教台灣智庫副執行長斗思琴老師 您怎麼解讀這場會面呢 中國長期以來把這兩岸的事物定義為 他們的中國的內部的事物 那同時這個內部的事物 是不允許其他國家說三道四 那所以這一次由國台辦 宋濤來跟這個新加坡外長的會晤 當然就會引起很多的注意 但是我們更值得注意的是 就是說中國在用這樣的討論的過程之中 那還是在不斷的強調說這所謂的一中的原則 而且他甚至在會後的新聞稿裡面 強調了這個反對台獨 那支持兩岸關係的這個和平發展的 這樣的相對應的字眼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新加坡的外交部所發出的這個 會後的新聞稿裡面 他其實並沒有提到這個反對台獨的字眼 雖然是有強調所謂的一中政策 所以從這個觀點上來看的話 那我們還是可以這樣來看 就是說對於其他國家來講 包括新加坡來講 所謂的對台關係 其實並不完全的被視為 是所謂的完全遵守 所謂中國的所謂的一中政策裡面 是跟台灣之間的討論 會需要特別是台灣一些地位 或者說一些台灣的交流 會需要一些中國的認可或是認定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外長 隨後也是跟這個新任的中國外長 秦剛有所會晤 那他們在討論的這個議題 當然就是更加的包括這個 跟東協之間的關聯性 還有包括這個區域的一些議題 所以這是一個兩個國家 新加坡和中國 他們都共同認為 現在台灣議題很重要 那同時必須要有更多的討論 那同時也 中國也期待新加坡在中間 可以扮演一些跟過去一樣的一些 積極性的角色 不過我們要繼續請教老師 因為會後雙方對這場會面 都有發表聲明 那宋濤表示希望新加坡 能夠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支持中國統一大業 那這是期待新加坡 在兩岸的議題上 扮演什麼角色呢 是有可能會透過新加坡 擔任第三方做溝通傳話嗎 中國現在在討論 或者說這個交流的對象 現在跟 並沒有包括現在的民進黨政府 所以兩岸在官方的這個 層次上面的在討論上面 事實上是缺少一個 一個比較好的互動的管道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有些訊息 彼此之間的認知訊息 或者說彼此之間 處理這兩岸事務的態度 的這個訊息 並沒有傳達得很完全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造成的充目解 然後甚至是引發衝突 所以這時候就會需要 一個比較有利 或者是說比較可信的第三方 來做這一個幫助協助 兩岸之間共通的渠道 或是管道 那所以說新加坡長期以來 由於是以華人為主的社會 那過去的幾任領導者 在兩岸事務上面 也都有非常密切的接觸 不管是對中或是對台 那所以一般也被嫌信 是認為說是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中間的溝通的強調 橋樑 所以在這樣的這個觀點之下 我想這個 中國也是有意 發出這個訊息 也就是說兩岸 如果有需要溝通的時候 那事實上也有這個 新加坡這個渠道 也可以來做一個協助 那畢竟現在雖然這個 國民黨跟這個 中共之間有所交流 但是兩岸之間缺乏正式的交流 而接下來在疫情解封之下 人民的交流可能會快速的恢復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雙方要有更多的互信互動的話 那有一個穩定的 那同時是公允公正的第三方 也不是一個 也不失為一個 是一個比較值得信任 那同時可以建立去 比較好溝通管道的方式 謝謝董思琦老師 不過我們這幾天 這段時間一路看下來 美中臺加上烏惡情勢 是非常嚴峻又詭譎的 《華爾街日報》引述了 知情人士透露 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 準備在未來幾個月內 要訪問莫斯科 跟俄羅斯總統普丁舉行峰會 國際都在關切 習近平的角色會對這場戰爭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嗎 調查報告製作人廖亞裕 今天專訪國政基金會資深顧問 趙春山 趙教授日前 才隨同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訪中 我們一起來看他的第一手觀察 兩岸關係迎來春暖花開 或者風高浪急 台海危機一觸即發呢 再拋出這個議題 是因為這個月還沒結束 已經發生了不少事 首先是間諜氣球事件 導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延遲訪問中國 接著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率團訪中 從八號到十七號 整整十天 那麼在剛結束的週末 我們看到的是 上海市台辦的副主任 李肖東等人來台參訪 以及布林肯和 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 也就是中共外交的 最高級官員王毅 在德國慕尼黑會議上 舉行了非正式的場邊會晤 那麼美中交鋒是持續的 台海關係 當然是不脫這個大框架之下 所以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淡江大學大陸所榮譽教授 他同時也是國民黨智庫的資深顧問 趙春閃老師 那老師行走兩岸三十多年了 他也是前總統馬英九時代的 兩岸重要智囊 包括我們看到在2015年 在新加坡舉行的這個馬錫會 其實老師就是 居中牽線的重要推手 首先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今天發生了一件 牽動美中台的事件 那這是什麼事呢 也就是台美特殊管道的對話 在華盛頓時間 二十一號的上午十點鐘登場 那麼登場的地點呢 是在美國AIT 美國在台協會的這個總部 我方是由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還有外交部長吳釗燮來主談 那麼值得關注的一個點是時機 因為現在呢 其實美中高層的對話才剛推遲 結果台美特殊管道的會談就提前了 所以我們要請教趙老師的是說 您怎麼解讀這個timing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台美互動 是不是會觸動中國的敏感神經呢 我想從川普上台以後 那麼台美關係 一切就步步升高 那麼隨著這個中美關係的緊張 戰略競爭關係 台灣的角色被突出了 那麼美國也先通過許多法案 比如台灣關係法等等 那麼使得這個雙方面呢 這個接觸可以說是相當的頻繁了 比過去馬政府時代我覺得接觸還要頻繁 成績還要高 那麼這是在Arlington 我在華府我也住過那個地方 他就離這個華爾仁DC 就是一線之隔 一橋嘛 就好像是Key Bridge 經過那一橋之隔 所以這個當然 在這個時機點你剛剛講的 會引起各方面這個關注 尤其是外交部長吳釗燮嘛 他們進到華府 等於是這方面呢 更加的引起的重視 我想大陸方面呢 當然會按照他的網例啊 當然會一定會這個跳腳嘛 認為這個是干涉內政 這種說法也是必然的 可是我認為就是 雙方面 台美雙方面這個高層往來 中共他也沒辦法 他也沒辦法 那他們關注的 最關注的一點 是這樣的高層對話 會不會那麼助長 釋出對台灣釋出錯誤的訊息了 助長台灣這個所謂的台獨這個傾向 或者是 是不是讓台灣 在美國今天呢 這個赫製中國崛起的 這個大的這個戰略框架之下 台灣會扮演什麼角色 這是北京方面最關注一點 那麼在中國方面呢 其實這個禮拜 國際局勢還有一件大事 那就是禮拜五 是烏爾戰爭一週年 我們看到的是 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他現在仍在莫斯科訪問 接下來的春天 也就是四五月的時候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也有可能會到俄羅斯去 不過西方國家的解讀是 習近平這一次到俄羅斯 又或者是王毅現在在莫斯科 其實都有其他的意圖 那麼老師您又怎麼解讀呢 我想這個西方的這種評論 我們看也施工見慣 那我個人的了解 那麼中國對於這個 俄羅斯戰爭的基本立場 其實並沒有改變 他們試圖維持一個比較中立的角色 這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這個中國跟烏克蘭其實也有 他們一切的關係 那麼中國跟俄羅斯的關係更別提了 那麼這場俄羅斯戰爭下來以後 其實它這個影響是全球性的 那麼尤其對中國的經濟 全世界經濟都造成影響 那中國當然會表示這個關切 那中國要當核四老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我當時我記得俄羅斯戰爭一發生的時候 我就寫了一篇文章 我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中國有最好的條件來去中調停 因為跟雙方都有關係 不像北國 北約 他們基本上有他們的這個立場 那中國其實最適合 我說搞不好這個 習近平如果來調停成功的話 還可以拿到諾貝爾獎 我和平獎 我記得我當時報上寫過 但是後來我發現 其實中國要扮演 居間調停的角色是蠻困難的 因為這個俄羅斯 雙方面他們提出的這個 調停提出的和解的條件 都是非常的堅持本身的立場 裡面涉及到這個領土的問題 主權的問題 那麼中國它一向都是採取的態度 就是不干涉別國的領土跟主權 屬於內政的那個範圍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如果說雙方都堅持 普京也好 哲倫斯基也好 他們堅持自己的立場的話 那你這個調停就非常困難了 非常困難 那麼西方他們當然也希望中國站出來 因為你調停不成的話就兩面不是人 覺得不會討好了 所以中國一直沒有出手 來做這個磨合的工作 磨合的工作 可是現在我想 這個中國的一個基本立場 因為隨著這個俄羅斯戰爭的步步升高了 甚至於這個普京還不惜 釋出了必要的時候 用一些什麼核子武器等等這個消息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是覺得中國今天的立場 就是希望雙方們要採取節制的一個做法 不要把這個戰爭升高 尤其不會把戰爭升高到這個核武 或者生化武器這樣一個程度 是不是中國會更強勢的希望你們節制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這算不算中國是強化自己在烏合當中的這個角色 如果他運用得當的話 那麼這也是突出你剛提到的 中國在國際社會裡面的一個分量 但是我剛提到了這個分量 你又運用不得當 對中國本身社會造成損害的 在大陸內部有些學者 有些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中國應該採取主動 那麼主動的來磨合 來運用它的影響力 來加強它的國際地位 可是另外一派的學者也認為 這個時候在整個這個戰爭 那麼已經不斷的升級了 已經到這個程度的話 那麼除非這個俄烏雙方面 多認為中國的條件對本身是有 對他們各自是有利的 否則的話我想如果俄烏都希望中國 站在他們自己的利益上面 來扮演磨合的角色的話 我說這是非常困難的 非常困難 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戰爭在短期內會結束 像能夠做到的是我剛才特別強調的 不要演成一場這個 因為區域性的戰爭變成一個全球性的戰爭 確實喔 國際局勢兩岸關係 這個都是聯動的 接下來我們要請教趙老師的是 在上個禮拜上上個禮拜的時候 您陪下副主席到中國去參訪 那麼整整十天的時間 你們走了六個城市 從北京南京上海武漢重慶到成都 最讓您印象深刻的是什麼 我想最讓我印象深刻一點就是 因為我這次等於是二十大以後 或是應該講吧 因為疫情過 疫情之後了 這麼大概五六年 我就沒有去大陸了 那麼作為一個研究者了 我覺得應該去看看 百聞不如一見 你這個行萬里路聖徒萬眷敷 所以我就要去看看 那我對於中共的這個 剛出台的這一新的領導人 各個地方也好 包括中央像這個王滬寧 還有對國台辦的主任這個宋濤 那我的印象是 他們確實跟過去有些不一樣 那麼他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他們就比較open minded 比較 那麼就是比較開放一點 開明一點 而且都有專業的一個知識 而且看起來都像讀書人 教授 尤其王滬寧就是個教授 我還跟他講 我在當年在復旦大學的時候 九一年的時候 三十多年前我見他 他是教授 他跟我講他那時候不僅是教授 他那時候已經是政治習習主任了 我都忘記了他那時候 我記得他是教授 因為大陸上現在很多很多這個學者 到現在為止還稱呼他就是王老師 所以最新的領導他們有專業 而且基本上這個眼界都非常開闊 而且就是大家能夠談 能夠談 大家都覺得其實兩岸中國人之間沒有必要打仗 沒有必要打仗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還都有些必戰思維 不像這個西方的一些媒體 那麼在台灣看到的 好像是二零二二零二一二二二 還有五年之內就要打仗 我看起來他們都希望能夠避免 能夠兩岸避免這個發生戰爭 這個戰爭對雙方都不利 上個禮拜五反台之後 這個禮拜一 國民黨也召開了下副主席 防陸型的成果報告記者會 那麼您也提到說 其實這一次的中國型感受到對岸非常高規格的接待 而且是非常有誠意的 但是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這有沒有可能您和下副主席 其實也是落入了對岸促統 或者是操弄統戰的一環呢 我們最喜歡用統戰這個字 統戰你把它當作完全用負面的來看這個問題 負面的來看 其實統戰也不是中共發明的 所謂統一戰線 早期從馬克思 在德國 所謂德國社會民主黨 希望跟其他政黨來合作 從列寧當時也提出統一戰線 或者聯合戰線 這個名詞已經出現很早了 很早 那麼大陸方面常常講一點 那麼統戰我就試圖要跟你做朋友 試圖 或者是統戰 我的試圖 也有人說 統戰我要試圖來分化敵人 但是在我來看 其實統戰它基本上 它就是希望交朋友 而且不但交朋友 最高層次希望化敵為友 化敵為友 這是他們要做的事情 因為他們非常的瞭解到 就你對台政策來講 你不可能跟少數人來往 所以你必須要跟廣大的多數人來往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一定採取各種策略 那麼它對於敵人 我剛剛講的 對敵人一定是沒有什麼妥協的空間 最好它能夠化敵為友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麼雙方面 它如果存在一個基本矛盾的話 那麼它就要四處 用各種手段來解決這個矛盾 解決這個矛盾 所以統一 所謂統戰 這個概念就是 中共 它一定要想盡各種辦法 來接近群眾 來希望能夠影響你的群眾 就像習近平在去年 中國統戰這個 中共提出統一戰線政策 一百多年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 他說要做好統戰工作 對台港澳地區要做好爭取人心 所以你可以這樣解釋 他就要爭取人心 用各種辦法來爭取人心 這是他當時 而且統戰意義 我們不要老是覺得 統戰是對台灣 他的國際上也有統戰 他國際上也要遠交進攻 是不是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你可以視他為統戰 是一個外交 你可以視他為統戰 是一個對台政策的戰術 他對內部也是統戰 中國大陸內部 他也要統戰 所以統戰這個概念 不是光是指台灣而已 他並沒有像你想像中的 這個統戰 就是我要把你幹掉 我想要騙你 我們講 那麼你就變成他的這個 什麼樣的同路人 不是完全這個意義 那他們現在的作為或做法 可能是用爭取民心這樣的方式 當然 可是爭取民心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統一 這當然 對啊 但是問題在這裡 統一是他不變的一個目標 我不是跟你講嗎 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時候統一 在什麼情況下統一 那習近平他印象很清楚 一定要心靈切合 他以前見吳伯雄講的 那兩岸統一 不是形式的統一 而是心靈切合的統一 所以他現在慢慢透過交流 透過這個合作 雙方的合作 為統一創造一個好的條件 那才能夠避免用無力統一 所以他現在強調是和平統一 就是用一個非武力的方式 應該這樣說了 那麼希望透過雙方面的交流互助 增加互信以後 才能夠為統一建立很好的基礎 但是他沒有放棄這個統一 然後台灣沒有人敢講統一 大家不敢講統一 大家一講統一就是被統一 那麼被統一 實際上 那麼台灣方面也不是不能採集主動 以前李總統在的時候 我們提出國總綱領嘛 這是一個主動出擊啊 你要統一 OK 你就按照我這樣 自由民主的社會我們來統一 那什麼時候自由民主啊 是啊 對啊 所以你 沒有共識啊 對啊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就暫時把這個事情 你不要把一個困難的問題趕快來做 做的話死你後面做不下去 所以他現在比較 讓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 包括經濟啊 各方面 他先做起嘛 他先做起嘛 他先做起以後 兩岸來來往往來來往往 從一個交流產生 來融合這個階段的時候 那麼這樣一個統一 他的基礎才能夠穩固嘛 對不對 你勉強的統一以後 這個基礎不能穩固 而且不能持久 不能持久 所以我們講持久和平 他沒有辦法做到持久和平 所以現在他的做法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就是一個軟硬 軟硬兼絲的 好老師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一種原則 反台獨一直是中共強調的主旋律 那麼國民黨方面也是堅持同樣的立場 但是台灣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有人要統一就會有人要台獨 而且台獨的定義在台灣社會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明確 我們要請教趙老師的事 好就算反台獨好了 在中共的眼裡 真的就可以容納得下中華民國嗎 有中華民國的存在嗎 台灣最大公平素就是中華民國 其實不要夾一些尾巴 畫色添出 他就是中華民國 那中共你說沒有空間存在 中共反而你現在維持中華民國的話 他反而你不會搞台獨很好 所以阿北那個事不亦沒有裡面 為什麼他強調他不會搞 對 也不會搞這個 當然不會搞台獨了 那麼 在他的事不亦沒有 在事不亦沒有上的裡面 事不亦沒有的這個政策之下 其實間接的就是大陸認為 你只要維持中華民國 OK的 反而你要改變中華民國 你要憲法 到底覺得你就是要搞台獨 你這裡面不是有個辯證關係嗎 是 反而不利 你講了 講了反而沒有事情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何必畫色添出來 就是中華民國嗎 我常常講 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我的國民嘛 是不是 那很多人不敢稱 那我唯一是中國人 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對不對 又是國民 又是一份子 那麼這個情況下 我們自我定位其實就是這樣 身為習近平一國兩制方案的設計師 那麼在這一次的會談當中 您也見到了王滬寧 我們想請教趙老師的事 您認為接下來他將如何推動 如何操刀對台工作 會用什麼樣的新思維 來解決台灣問題 有關這個兩制台灣方案 其實他們提出來以後 2019年 提出來以後 其實詳細的內容 沒有顯現出來 也沒有發表出來 那當然大陸方面的一些智庫學者 我曉得他們都在研究了 因為這個畢竟它是個 後統一的一個方案 那麼也就是說 不是現在要一個那麼急迫的事情 而台灣方面也沒有提出相對的方案 而且如果提出相對方案 如果按照大陸說法 它是要經過一個政治協商 那麼才能夠 雙方面才能夠建立一個共識 你畢竟統一是兩方面的事情 不是說一方面強加於另一方面 那麼大陸非常了解了 你現在 尤其台灣今天要選舉 要進入選舉年 你談到統一的話 那國民黨談統一的話 誰談統一大家都不會有票 因為我們民調裡面顯現出來 大多數是台灣的民眾 他並不 不管是集統也好 或是漸進的慢慢走向統一也好 老百姓不是一個主流的意見 所以大陸非常清楚這一點 何況我們這場的主要目的 也不是談這個東西 所以根本沒有提到這個東西 有關兩制方案 有關一國兩制 統一這個名詞 哪種方式統一 和平統一也好 什麼武力統一也好 都沒提 我們只是黨際交流 這是一個 這不是一個在野黨 能夠做到的事情 這要政府才能從事這方面的 統一的協商跟談判 而且還要看看民意嘛 也不是輕易的就 政府就能夠做到的 所以我們根本沒提這個東西 這次我得到了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這就是這個宋濤 他在今年 在春節期間 他發表一個叫做 新年寄語吧 這樣的一個談話 在這裡面他提出了幾個概念 就是要試要 要和平 要合作 要交流 要發展 那麼這四個裡面 我們也看到有統一 出現統一這個字 換句話說 他一定要從 兩岸 在這個 用大陸說法 要精神文明建設 跟物質文明建設 兩管齊下 來促進兩岸的 從一個交流 深化這個交流 到這個融合的發展 融合嘛 一個發展 到了時機成熟以後 讓它水到渠成 也就是 中共到現在為止 還在強調了 就是和平統一 剛才我們談到 蠻多都是 包括在中共 或者是國共的部分 我們現在談 就是在藍營內部 因為國民黨 即將在三月份 發表所謂的 兩岸論述 和外交政策 擺皮書 那這份內容 會不會跟夏立言 這一次出訪中國有關呢 大概會是什麼樣的 一個方向 我相信 我們這一趟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 任務之一 因為我剛剛講的 黨際交流 就是提供我們的一個 觀察所得 讓國民黨方面 不管將來誰 出來選 那麼能夠有一個 第一手的資料 能夠來撰寫 他的競選的政見 對他發表政見 有所幫助 甚至你剛剛講的 國民黨整體來講 一個政策 有所幫助 這樣能夠建立一個 比較能夠統一的論述 因為國民黨 現在很多人 不要說民進黨 國民黨很多人 對於黨的這個大陸政策 都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我想你很清楚嘛 那你這個各種不同的說法 就會出現 一人一把號 各吹各的吊 那這樣的話 你怎麼能夠團結呢 我們當然希望 希望 這個 這趟能夠提供這樣一個 第一手的訊息 那讓這個 對 讓給黨的參考 讓他們 將來選舉 的時候啊 能夠有一個 比較 這個與時俱進 因為很多的想法 我們的觀察所得 其實跟我們過去的 是有一些 不同的 是有一些落差的 因為你比如說九二共識也好 我們希望 九二共識 我們黨內也好 裡面很多人 就認為這個 現在已經過世了 而且現在已經被污名化了 那 可是我們 感覺到這趟 並 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而且如果沒有九二共識 兩岸 根本不可能有對話 沒得談 所以我必要讓我們黨內的同志 這個 了解這一點 所以這一趟的一個 最重要的 一個 貢獻 可能是對我們 黨 對黨 那政府你要不要去 民進黨方面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說法啦 他們有他的看法 他能不能夠從我們這趟 能夠也得到一些啟示 對他們有所幫助 那要看他們 民進黨方面 他們怎麼去來認知了 他們怎麼來認定 那總之就是說 你不管提出什麼 最後一個選擇 最後一個決定權是老百姓 是握在老百姓的手上 那 老百姓如果覺得 國民黨提出的證件 是符合他們的需求 如果老百姓也想要和平 那麼 老百姓也想要兩岸之間的對話 的話 那麼 他就可以做一個決定 這也許是一個 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來講 也許是個浪漫的憧憬 不過 畢竟還是有一些理想 是 好我們今天謝謝趙老師 結束我們的專訪 從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 至今已經74年了 如果要用上下半場的概念來分的話 1987年絕對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在這一年呢 兩岸開放探親 開啟交流 而且也被視為是兩岸交流的元年 不過近年這個交流之門 卻越來越窄 為什麼呢 兩岸關係追根究底 還是人心和權力的較勁 不過對台灣的老百姓來說 能夠在這一片土地上 安居樂業 不受外力的威脅 才是最大的嚮往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一周年的前夕 就在俄羅斯總統普丁國情咨文演說之後幾個小時 美國總統拜登在波蘭首都華沙發表了演說 回應普丁的反西方言論 強調北約絕對不會分裂 反而更團結 拜登也重申堅定相挺烏克蘭 俄羅斯絕對不會戰勝烏克蘭 美國總統拜登與北約盟友波蘭總統度達會面後 在波蘭首都華沙的皇家城堡發表演說 當俄羅斯總統普丁發表完國情咨文演說 拜登距離普丁一千兩百公里 時差兩個小時 拜登站在幾千人波蘭國民以及兩百五十萬 出逃到波蘭的烏克蘭難民面前 隔空誓言 這是民主與極權的戰爭 美國總統第一次前往不受美國控制的戰區 拜登強調西方將繼續支持烏克蘭 而拜登突然親訪烏克蘭首都基辅 也是一年來二度訪問波蘭 因為波蘭擁有北約成員國當中 與烏克蘭接壤的最長邊界 而且一直是武器輸入與難民輸出的主要通道 除了波蘭的安全問題 拜登將會見北約東裔九國領袖 關注北約在波蘭的資源 烏克蘭即將進入第二年還看不到結束的跡象 拜登利用訪問拉攏盟國 接下來能不能說服盟邦和美國民眾 持續支持烏克蘭 同時避免讓北約與俄羅斯衝突 將是拜登最主要的外交政績 金新聞彭信 朱家林報導 不過回來看俄羅斯總統普丁的這場演說 滔滔不絕兩個小時 突破了他個人的紀錄 但是臺下群眾聽到恍神了 俄羅斯前總統 梅德維傑夫就被拍到直接打瞌睡 其他有人玩手機 有人眼飄四方 甚至有人直言相當無聊 普丁正正有詞 臺下卻含神雷動 這麼不給面子 而且仔細一看 這打瞌睡的人來頭還不小 竟然是俄羅斯前總統 現任安全會議副主席的梅德維傑夫 只是臺下一片放空 打盾的官員不止一人 前俄羅斯聯邦副總理舒瓦洛夫 和財務部長希魯阿諾夫眼神呆滯 還有人直接拿起手機 但俄羅斯共產黨黨魁 俄加諾夫似乎聽得很認真 還在抄筆記 不過有網友諷刺 他可能只是在玩瓶子遊戲 就在美國總統拜登快散積服後 普丁立刻發表這場 將近兩小時的國情自問演說 指責西方國家讓戰爭惡化 將國族情緒推到最高點 只是論官員還是民眾都已經麻痺了 人民無感顯示普丁愛國主義策略失效 劍拔只好轉向加深民眾對西方國家的厭惡 普丁還攻擊近來盛行多元性別的LGBTQ族群 堅持一男一女才能共組家庭 必須保護孩子們不被這類思想荼毒 免於後代退化墮落 只是臺下人左耳進右耳出 讓普丁這番演說成了恐怕連篇 不過演說中非常重要的是因為 他提出了一個核武級的警告 他宣布暫停跟美國簽署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同時下令俄羅斯要準備恢復核事報了 這全球兩個頭號核武大國之間 唯一的軍備控制協議搖搖欲墜 也讓核戰威脅再次升溫 所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直接警告 俄羅斯想要引發世界大戰 俄羅斯總統普丁宣布暫停參與軍備管控條約 還警告莫斯科可能恢復核武測試 北約歐盟與烏克蘭首都三方會談 直接回應普丁核威脅 因為美俄擁有核彈頭數量佔全球九成 雙方二零一零年簽署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 作為最後一個主要的線武條約 後來在二零二一年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不久延長實施五年 根據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規定 美俄雙方在洲際彈道飛彈前射彈道飛彈和重型轟炸機上部署的核彈頭 總數不得超過一千五百五十枚 普丁聲稱俄羅斯生存受到威脅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批評非常荒謬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則是強調 美國還是願意就現核條約與俄羅斯協商 但是戰略研究分析認為 當普丁說暫停條約基本上就代表不再遵守 也就是軍備不再受限 不過俄羅斯外交部表示 條約有效期間 俄羅斯將繼續遵守可部署核子彈頭數量的限制 目前普丁暫停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法案草案送交國會 接下來國會上下意願都會審查做出決定 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接力拜登也抵達烏克蘭首都基輔 雖然梅洛尼反俄但是聯合政府有親俄派勢力 意大利暫時給不出烏克蘭真正想要的軍援 因此烏克蘭包括外長庫列巴在內官員 日前在慕尼黑安全會議場邊 遊說美國國會兩黨議員 施壓拜登政府提供F16戰機 讓烏克蘭得以壓制俄羅斯空房 近新聞 彭信 朱家連報導 世界行動彭信大會下週登場 台灣廠商包括聯發科 宏達電 中華電 總共18家廠商將首次展示完整 5G產業生態系搶攻歐美訂單 稍後帶您關心 世界行動彭信大會下週二十七號 要在西班牙登場了 台灣廠商有備而來 包括了聯發科 宏達電 中華電 總共十八家廠商組成了國家隊 將要首次展示完整的5G產業生態系 搶攻歐美訂單 而宏達電董事長王雪洪 也將在MWC上進行主題演講 奔利華的船槍 頭戴VR頭盔 彷彿彿自身海洋 你可以往後看有觀眾 再換個道具又能化身一月佳 宏達電最新XR裝置 不只被CES選為年度最佳產品 更將成為今年世界移動通訊大會焦點 世界移動通訊大會 這個月二十七號西班牙登場 宏達電董事長王雪洪將擔任專題演講嘉賓 而聯發科則由總經理陳冠中帶隊出席 展示5G衛星通訊最新成果 中華電信遠傳同樣由總經理領軍 18家台廠組成國家隊 準備大搶歐美訂單 不同於以往只專注在單一產品研發 工業局指出這次台灣管廠商 將首次展示端到端完整5G產業生態系 包括基地台 傳輸設備 核心網路 回溫三年 這次世界移動通訊大會 全面採取實體展出台廠整合打團體戰 加速海外佈局 繼續有關甄李方慈採訪報導 新貴資金持續湧入而漲最狂的股票 不是K董章國偉的新女航空 而是洗潔劑廠商清淨海 光是今天股價就一口氣飆上十四元 漲幅高達百分之八十一 而也因為單日均價的漲幅 已經超過了規定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今天已經是他第二天 進入熔斷狀態 也就是暫停交易 而這樣的熱門程度 連清淨海公司高層都表示很意外 舔完手後再舔盤子三年多前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用舔盤方式幫品牌背書 這家公司就是清潔劑大廠清淨海 近期爆紅 原因在這裡 打開股市看盤軟體新貴股清淨海 一改過去低於十塊行情 二月二十二號股價一口氣飆上十四元 漲幅高達百分之八十一 更爆出三千五百六十五張成交量 也因為單日均價漲幅超過規定的百分之五十 開盤不到十五分鐘 立刻遭熔斷停止交易 而這也是清淨海連兩天被熔斷 也創了下今年第一檔遭熔斷的新貴股 我們一直找不到原因 就是我們一直在做自己本分的事 所以蠻意外的 我們一直蠻努力在做好清潔用品跟環保的產品 然後有得到消費者的肯定 清淨海以清潔用品起家 主推天然環境有勝商品 見識公司獲利能力 從二零一九年開始 截至二零二二年第二季 稅後淨利率全為負數 連兩天股價飆到熔斷 引發貴買中心關切 被列為線上監視股票 真的沒想過 因為其實這兩天也是蠻意外的 不曉得說新聞會這麼大 然後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沒有預想到的 找市場定位清淨海近期 致力推廣新型環保洗潔劑 目標憑上市貴 這回股價漲幅也實實在在 讓公司打出一波知名度 今天新聞楊仲強 溫起平 我雅廷 採訪報道 一後復蘇 掀起人力荒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許多業者透過增加中高齡 和二度舊業者併付比例 來拼雙贏 稍後帶您關心 一個星期只上四天班的話 有多好呢 英國六十一家公司 從銀行到詐物店 各行各業將近三千位員工 從去年就開始實施一個禮拜 多休一天假這樣一個實驗 結果經過半年之後發現 不但員工的幸福感上升了 工作效率也變高了 所以現在有九成參與實驗的公司 打算繼續實施下去 還有企業直接就把週休三天 變成永久性的政策了 不過現實的一個問題是呢 在意後復蘇 不少行業都面臨缺工的問題 到底該怎麼補 現在有了解決方案 那就是中高齡 也就是四十五歲到六十五歲的勞動力 重新投入職場 根據求職網統計 今年中高齡勞工 投地履歷的狀況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以網品集團為例 今年以來 新聘的中高齡員工也增加了百人以上 業者透露 看好他們穩定性高又有責任感 而對中高齡的求職者來說 也有機會分擔家計 或者重新找回生活的重心 共創雙贏 火鍋店員工幫客人送餐 還深深一鞠躬 補食材整理檯面動作俐落 沒停過 他今年五十七歲 過去是專職家庭主婦 把作家式專長發揮在餐飲服務工作 專業度比起年輕人毫不遜色 電影友高年級實習生 在臺灣職場真實上演高年級服務員 許女士透露小孩長大 丈夫也要上班 才決定到職場發展 擔任計時人員 平均一天工作五到六小時 而她不是個案 去年的一月 我們的中高齡的比例的話 人數大概在一百五十一個人 那今年的話到今年的二月一號 的這個數字的話 已經到了兩百五十一個人 餐飲業在後疫情時代掀起人力荒 付約而同增加中高齡 和二度就業者聘僱比例 聘雙贏 那特別是中高年齡層 我們的一個就業主權 其實從集團在開始做招募以來 一直都有在做一個 中高年齡層的聘用 那目前的話其實大概是佔集團 大概是一個合賽左右 根據求職網統計職場掀起 自動延後退休潮 有27.7%的勞工 將退休年齡設定在65到70歲 整體平均62.5歲 延長半年 還有67.8%的人決定 重返職場 原因是退休金不足 明列二三的則是分擔佳績 和覺得生活無趣 但待遇沒有提高的比例 達到86.1% 穩定性高 而且有這個責任感 今年中高齡勞工 投递旅業狀況大概比去年同期 要增加百分之 這個30以上 看準餐飲業容易培訓及上手 成了中高齡者求職首選 也有望緩解人力黃壓力 經新聞 曹生妍 凱旭 採訪報導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大方傑 我們再會 請見不休息 吃雷天 吃雷天 購誠 吃雷天 從十五、十四、十多日 吃雷天 。